复理箱火车站旁的古老传统洗衣亭 每天早上四五点开始就很多婆婆妈妈 替着自家换洗衣物到这里来 一边洗衣服一边化家常 形同姐妹欢笑声不断 来到复理服务的乡长江东成表示说他很感动 也说这里就是代表着复理箱的文化要活络 而洗衣亭的文化呢也像是客家精神 大家团结在一起共荣共处互聊加强 复理箱浓厚淳朴的小镇上 有一座欢笑声化家常的洗衣亭 地点就在复理箱车站旁边的古老传统洗衣亭 每天的清晨四五点就会开始有很多的婆婆妈妈 提着自家换洗的衣物来到洗衣亭 一边洗衣一边化家常 形同姐妹欢笑声不断 我们这个洗衣亭 大家都 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洗习惯了 这个水用很干净 每天早上这些婆婆妈妈 都是地下水 都是来这里洗 因为在地下水 夏天又很凉冬天又很暖 我们大家都是乡下习惯了 洗生活习惯了 早上时还会一些婆婆妈妈会洗东西来这里 来到复理箱服务的乡长江东城特地来到洗衣亭 认为洗衣亭的文化就像客家精神 大家团结在一起共融共处互聊家常 所以我们这边之前我们把它做一个稍微的一个整理 所以现在整个这个洗衣的环境来周遭的一个相关的设备算还算完整 我也期待我们这个好的客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还有一个社区的一个一个社区的一个紧密的关系 能够永远的流传 永远的流传 让我们这个客家文化也永远的流传下去 洗衣亭旁边有一座百年水塔让这个水源充足 每当乡内婆婆妈妈们洗衣时更会有游客 好奇地拿起手机来陪照 成为复理箱另类的打卡景点 记者高雙雙复理箱采访报道